惊险之急来看到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 有一群大学生趁着廉价最后一天 到湖边享受阳光 不料木造码头突然崩塌 数十人瞬间落水 一群人挤在湖边 突然间码头就在大家脚下崩塌 数十人落水 惊悚瞬间发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 四号劳动节假期 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到附近湖边享受阳光 约有六十到八十人挤在码头上 最终木造结构撑不住重量崩塌发出巨响 木造检疫码头原本预计五号拆除 不料前一天就发生意外 索性掉落湖中的学生都自行游到岸边 只有轻微受伤 镜头转到德州罗森堡 四号一辆休旅车在中午用餐时间 撞进高速公路旁一间餐厅 造成二十三人受伤 有人满脸是血 现好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修旅车车头全毁 但驾驶没有受伤 警方公布驾驶是一名三十岁男子 没有被捕也没被起诉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 但初估跟路面失滑 还有高速行驶有关 有任何便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